看見媒體加快腳步 牽下大名進入會場 北北基陶四市市長齊聚簡探論壇 唯獨基隆市長謝國良 姍姍來遲 近期深陷罷免泥鬧 這一回借市政交流機會 合體其他三位直轄市長 是否為顧良而來引發聯想 我想我們都看到基隆 在往好的方面改變 所以如果是為了罷免而罷免 我想這樣的操作是對台灣的民主是傷害 謝國良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 我相信大家在努力底下 人民一定有一個很清楚的判斷 謝國良加油 雙北市長也表明態度支持謝國良 針對民間發起的拆糧行動 黨主席朱立倫日前才下令 由黨中央利運黨團 以及金龍市府和市議會 組成守護金龍小組 全力顧良 這一回連地方白禮猴也加入 展現強力顧良力道 合作密切的北北桃市長也加入力挺行列 不難想像國務黨中央對罷免投票的重視 傳出有了上一次韓國瑜經驗之後 這一回朱立倫一改消極作戰 決定要在基隆催出高於罷免門檻的八萬票 作為共同生活圈 其他三位市長的態度也引起關注 我們只要是國良市長需要我們都很願意來給予支持 非常感謝三位市長對於基隆市政大家通力合作 聯合施政將各項的政策推出來讓基隆市民有感 目前罷免聯署書也進入到審查階段 最快九月中就會辦理投票 北部直辣市三巨頭不約而同 對謝國良施政給出高評價 但市民有沒有敢 關鍵兩個月見真章 華視新聞張正 張正傑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